威力彩又供估了 让很多人把希望放在下一期 因为下一期投财奖金 可是上看了高达26亿元 人人都想要当亿万富翁 只是现在有网友在网络上大爆料 说乐透摇奖机是不是被动手脚了 这样的说法让台彩忍不下去 气得要提高连忙捍卫公信力 台彩罕见在报纸头版刊登启示 有人散布不识言论 不再宽容依法速追 这么大动作全为了捍卫公信力 再次强调开奖过程严谨 公开公正透明 原来就在大家渴望成为亿万富翁的同时 有网友大爆内幕说 乐透摇奖机被动了手脚 直呼买乐透的都是傻瓜 就觉得应该不可能 对不对 这种事情不是一个人可以操作的 那么多人操作一个出问题 那整个都不要都不要搞了 对不对 是啊 所以还是继续买 当然啊 我们不种的话我们当做做公益啊 干嘛八点结束了 你干嘛就还还延这么时间 那作弊的时间就是这样 他说他不签 那每年创造的商机达数百亿 这已经是一个产业 那如果网路的谣言 一直重伤这个产业 会伤害很多弱势团体的生计 彩券行老板很火大 认为这样的谣言根本是恶意重伤 但是买的还是大有人在 尤其威力踩右杠了 从8月27号到9月7号 连续四期开出日力牌 实在有够巧合 大家说10号是不是一定成为大热门 那我们很多客人来都一定指定 我就是要10号 下一期威力踩 9月10号是不是真的会开出10号 拭目以待 已经冲上26亿元的陶财 奖金真的好丢人 记者邓凯安黄淑芬台北报道